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 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居住平台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比特币最高的时候涨到了29400多 然后在今天凌晨大家睡觉的时候 它一口气插针插到了29000 然后迅速的反弹 现在又反弹回了29300 目前币圈有两种论调 第一个是以艳威为首的英文博主 认为比特币继续这样盘整时间过长的话 接下来下跌的概率就越高 然后第二种是以很多华语圈KRL的观点为主 认为这波盘整结束之后就会上涨 昨天的行情 如果大家执行Jason的交易计划 在29000那个点开个多单的话 是有盈利的 我们来通过图表来分析一下 比特币目前在看涨看跌分割线之下 在大通道与小通道之下 空头排列 金叉欲紧 早上的时候刚刚出现了超卖信号 那这样来说 今天白天如果没有主力资金介入的话 比特币依然会走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 那我们看一下各个KRL对接下来走势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燕窝的币圈日报 他在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说 比特币价格进入下方的周公允价值缺口 上周在跌破前三周的低点后 未能出现看涨反应 这是疲软的迹象 这一点加上未能利用近期的看涨势头 有利于走低 目标是上一次冲高时留下的FVG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较低的时间框架 以确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现在价格正在重新平衡 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比特币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这一波上涨趋势 接下来的走势更有利于空头 庄家正在为下一步的走势做准备 就像我昨天说的 大量的比特币被从冷钱包提到的交易所 是吧 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我们的日线收盘价强于这个FVG 意味着价格未能尊重它 那么我的倾向就会改变 我会期待它从阻力位转为支撑位 有利于做多 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的观点仍然是看跌 我倾向于继续深入下方FVG 不过重要的是要为两种情况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满足了上述条件 并翻转了FVG 那么我从上方的波段高点开始寻找做多机会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灰色的框就是FVG 如果比特币能站上这个灰色框之上 就差不多在29800之上的话 燕窝的观点就有可能会改变 那这个点就会从阻力位变为支撑位 那燕窝就会看涨 好 这是燕窝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提阿费罗的金牌分析师 Waze 他的昨天中午的时候说 周线暂时还没有收线 但是周线级别背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立 接下来我会考虑空单拿的更长 预期会有更大的回调 小时级别我会先关注几个点位 看价格行为再去布局空单 当然不排除来最后一冲 再做个前高假突破 之前的AR而且POC是优先关注的点位 根据盘整区规则 如果能成功站回VAL 至少去测试POC甚至VAH 相当于Waze的观点同样 他认为比特币要就站回29862以上 或者说再去测试30400那个点 不然的话他依然会逢高做空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观点 然后他接着说 Toto的经典翻转信号双顶值得留意 BZ则做了个背离 相当于的话他认为 比之前的支撑位已经变成了上方的阻力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特币其实也差不多 好这是提阿非罗金牌分析师Waze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亚瑟 他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SOL关注我们的收尾工作 以及我们是否能将潜在的第八个 稍微打印到需求的三点触碰中 好这应该是他之前给大家SOL这个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接着给了一个使币的交易计划 监测下周空头设置 寻找进入供应市场的机会 相当于他让大家在0.00085到0.00088 这个灰色的方框范围内 寻找做空的机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喜巴 他看空到0.0000008 这个零我说的不太准确 大家不要去刻意的数 我说了多少个零 然后他接着说 狗狗币很难说整个市场会发生什么 但也许我们会很扫低点 如果我们很扫低点 那么应该有新的走势 他前天的时候让大家做空狗狗币 相当于他认为狗狗币 如果低到0.0793的话 有可能可以尝试一个多单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观点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价格回到0.08以上 我们就稳了 SOL目前反应良好 然后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SOL的多单 他接着说 到目前为止 一切顺利 如果我们开始移动 你肯定会瞄准26个高点 但我宁愿兼职我的范围 瞄准范围内的高点 他看多SOL的话 最多看多到绿色方框的上面 差不多最高就是25.7左右 大家如果开了这一单的话 见好就收 亚瑟给的交易计划很保守 就只吃那么一点 他不像肉质姐一样 给的单很难吃满 然后他说狗狗币 下一赛段仍需要回收 他在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仍处于范围模式 相当于他的观点依然没有变 他依然还是认为 比特币要跌到28,460那个点 然后再反弹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是亚瑟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awain 他是我们新引进的博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之前的时候 给了一个OP的多单 然后盈利了20% 他说 我很确定操作的排面是1.7 但我对这里的利润很满意 我个人非常看好 KNC 伙计们 多头和空头的印花比例都很高 为此请保留你的投资组合 再次渴望 我没有短线 好 这是Gawain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炒密班 他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留意两种剧本 做空计划是逢高空 或者跌破收敛形态 回踩追空 现在不会直接进空 做多计划是留意29,000美元 是否出现假跌破 同时6小时出现特殊动能不足 则偏多操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相当于约翰的话 昨天让大家在29,000点做多 是吧 然后上方的最高 他画到29,560 大家可以看到 很不错 他这个观点比较准 实际上他的观点跟Jason很像 是吧 Jason在上周的时候 一直都让大家在28,900接多 大家还记得吗 订单流的话 就是在阻力位这些多 他不存在什么真突破假突破的 在合适的位置 开合适的单 不管对错 如果他们在盯盘中间 发现突破量能很大 他们就会把内单给pass掉 如果说到了那个地方 走势在犹豫的话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内单 不管内单亏还是赚 这就是订单流 好 这是约翰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Jason的金牌分析师 白凤凰的徒弟 KPEX 开在之前的时候 带大家开了一个 使币的多单 然后他说 当比特币无所作为时 最有利可图的交易方法是 减A 绘制20个其他币的图表 B 标记真正的HTF水平 并指在这些水平上交易 然后等待警报 如果您绘出了这么多图表 您通常每天会收到 一到两个警报 这些高概率交易 通常可为每次交易 带来10%到15%的利润 好 这是KPEX 教给大家 比特币震荡时交易的小技巧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发现有潜力的山寨币 然后他接着说 狗狗币 我来这里TPE 还有20%的上涨空间 但我不想太贪婪 KPEX55也不错 果然得到了白凤凰的真传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 他说狗屎币仍在支付账单 然后他接着给了一个 OR底的开多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 在6.25开多 最终只因为是7.0 只省的话放在6.017 好 这是KPEX55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比特币军涨 他在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 以太坊一小时币安 现货收盘预警 1861 止损的话放在1850 止盈1的话放在1885 然后他接着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 29281开多 然后止损的话放在29,072 止盈的话放在29,407 目前的比特币价格是29,430 那这一单已经盈利了 吃了100点是吧 蚊子肉也是肉 还是很不错的 看得很准 好 这是比特币军涨的策略 大家可以关注关注他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印度小哥CC 他在昨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正处于下降七行形态 形成一个看跌三角旗 如果市场突破看跌三角旗支撑趋势线 可能会继续下行 并有可能触及27,000区间 然而交易者必须保持警惕 因为伴随着低成交量出现的下降七行形态 破位可能是假摔的信号 有可能加剧市场跌势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在下降趋势阻力趋势线上方 隐约可见水平阻力 另一方面 如果比特币以高成交量突破下降七行形态 则为多头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情景 这种高成交量的突破 可能会成为推动市场迈向31,000区间的动力 因此市场在这一点上实现高成交量突破 以达到31,000水平变得至关重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预测的走势 相当于的话 CCC认为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会有三种方式 如果像这样慢慢的震荡震荡的话 接下来还是会下去 要不就直接上拉 突破29,760那个点 然后就会往上冲 要不就是会直接下去啊 目前的走势更像黄色线那个走势啊 大家可以观察到是吧 然后在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IMX的多单 相当于他让大家在0.7511的地方开多啊 然后看多的话看到0.85 止损的话放在0.73啊 他认为的话 IMX已经走破了这个三角期间了 还要做一个突破单是吧 止损放得很近啊 大家可以小仓位的去博一下啊 然后他接着给了一个洗霸的多单啊 他说洗霸也在突破管理风险并进入交易啊 他让大家在0.0083的地方开多啊 然后看多到0.0087 止损的话放在0.0081啊 然后他接着说 IMX负资金利率 然后他接着又给了一个XVG的突破单啊 他让大家在0.0046开多 然后止盈的话放在0.0062 止损的话放在0.0044啊 目前XVG这一单准了啊 这个币确实突破了 现在已经0.0049了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啊 你像CC他这种单的话 他的盈亏比接近有6到7了 也就是你损6到7单 只要中一单你就是盈利的啊 他专门做这种突破趋势 并且止损放得很低 大家跟这种单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控制仓位啊 不要说看到他报单了 然后就去说啊 千万不要啊 然后他接着晒了一下XVG的利润啊 然后他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说 你需要更多的交易吗 如果需要更多请做出反应 大家都赚钱了啊 但是报了三单 平一单 亏一单 赚一单啊 然后小伙伴们纷纷给他点歌啊 然后他在11点钟的时候说 减少IMX和屎币的交易头寸 启动低风险模式啊 相当于他让大家去减少 或者平仓IMX和屎币的两个币啊 就拿着XVG那个币啊 XVG那个币确实是突破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是CCC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OBTI一小时的报仓图 目前多头和空头的势力相当啊 创伴如果跌回28,999 就把所有开多人全爆完 狗装就这样不停的震荡啊 这个点位很多天都没有变过了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是吧 如果上涨的话 上涨到29,800 就会把大部分开空人全爆完啊 这个点位依然也没有变化 狗装真的好好笑哦 好 然后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今天凤云突变啊 开空的人又比开多要多了 如果下跌到1840去 就会把大部分开多人全爆完 如果上涨到1900去 就会把大部分开空的人全爆完啊 好 今天内容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